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看33課本集體的第六題 這個題目其實它有很多種處理的方式 老師想用圖形來跟同學做個說明 他跟你說A向量跟B向量長度分別是一單位跟兩單位長 C向量會代表A跟B相加 A加B會代表C向量 C向量跟A向量是垂直 那麼求這兩個向量A跟B的夾角是幾度 那首先我個人是先注意到的條件 C向量跟A向量是垂直的 所以我們不妨來畫一個圖好不好 來跟老師一起畫 我這裡畫一個C向量出來 然後這裡畫一個什麼向量 畫一個A向量出來 我們讓這兩個向量是垂直的 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沒有問題對不對 接下來同學我們再看一下搭配其他的條件 他說C向量會等於A向量再加上B向量 這個向量會等於A向量再加B向量 同學那請問你這個B向量在哪裡 這個B向量是不是應該在這個位置 這樣過來 這個紅色的向量是不是應該叫做B向量 老師這樣寫 看懂嗎 同學A向量的長度是誰 這一段長度是不是1 來B向量長度是多少 這一段長度是2 那老師問同學 這是個直角三角形 這段長度是1 這段長度是2 那同學C向量的長度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3 這是B式定理來的 好那我們是不是馬上知道 同學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是幾度 是不是應該是60度 沒有問題對不對 我們用圖形來做思考 好同學那現在問的問題是什麼 A跟B的夾角 同學A向量在哪裡 在這裡 B向量在哪裡 在這裡 夾角所以你要把A向量怎麼樣 移到這邊來 你把它延伸 你把它移動平移到這邊來 把A向量搬到這裡 讓它10點重合 好同學到問你 10點重合之後 請問你 A向量跟B向量的夾角 你用這個圖形來做思考 請問你這個角度是幾度 120度 對不對 好同學那你知道 這一題答案 這一題答案 這個θ 就是幾度 120度 其實它還有其他的處理方式 還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去做這個題目 但是老師用圖形來講解 好同學你觀察一下 這樣子講 有沒有讓你有一種 不一樣的感覺 好那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這一題就談到這裡了 謝謝同學 謝謝同學 謝謝同學